講到紐西蘭美食 講到紐西蘭美食 大家應該會先想到奇異果吧 但是奇異果 但是紐西蘭的奇異果 我覺得跟台灣的吃起來差不多 踩雷的機會也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但我覺得紐西蘭的奇異果 但紐西蘭的奇異果 但紐西蘭的奇異果沒有比 但紐西蘭的奇異果 沒有比台灣好吃 踩雷的幾率也差不多 但紐西蘭的奇異果沒有比喻好吃 但紐西蘭的奇異果沒有比喻好吃 台灣也吃得到 但紐西蘭的奇異果沒有比較好吃 采雷的機率也跟台灣差不多 但是紐西蘭的奇異果沒有比較好吃 采雷的機率跟台灣的也差不多 但是有幾種水果你一定要再... 但是奇異果的... 但是奇異果的價錢也跟台灣差不多 采雷的機率 但紐西蘭的奇異果沒有比較好吃 價錢跟台灣差不多 采雷的機率也跟台灣差不多 但是有幾種超好吃的... What?但是... 但是紐西蘭的... 但是紐西蘭的奇異果吃起來沒有... 但是紐西蘭的奇... 但是紐西蘭的奇異果吃起來沒有比較好吃 但紐西蘭的奇異果沒有比較好吃 價錢也沒有比較便宜 采雷的機率也還蠻高的... 但紐西蘭的奇異果沒有比較特別 它也沒有比較好吃 價錢也跟台灣差不多 但是紐西蘭有幾種超棒的水果... 一定要吃 但紐西蘭的水... 但紐西蘭的... 但紐西蘭奇異果沒有比較好吃 價錢也跟台灣差不多 但紐西蘭的奇異果沒有比較好吃 但紐西蘭的奇異果沒有比較好吃 價錢也沒有比較便宜 但是有幾種水果是一定要去紐西蘭吃的 像是...像是紐西蘭的櫻桃喔 像是紐西蘭櫻桃 台灣一公斤的櫻桃就要賣... 台灣一公斤的櫻... 台灣一公斤的櫻桃就要賣一千多塊錢 紐西蘭只要賣兩百塊錢台幣 而且紐西蘭一次賣就是超多櫻桃 而且紐西蘭的櫻桃就是超大超甜 而且紐西蘭的櫻桃都是超大超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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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而且紐西蘭的櫻桃都是超大超甜 而且幾乎是百分之百好吃 幾乎不會有爛掉的櫻桃 紐西蘭的藍莓也超級好吃 整合 紐西蘭的藍莓也超級好吃 紐西蘭的藍莓也超級好吃 而且超新鮮 比起台灣的 紐西蘭的藍莓也超級甜超級好吃 紐西蘭的藍莓也超甜超好吃 紐西蘭的小河藍莓都超 紐西蘭的藍莓也超級好吃超級甜 紐西蘭的藍莓也超級甜超級好吃 而且超新鮮 如果在台灣買藍莓來吃的話 如果在台灣買藍莓來吃的話 可能整合都 在台灣買藍莓的話 可能 在台灣如果有吃過藍莓的話 你會覺得藍莓好像有點酸酸的 在台灣買藍莓的話 你會覺得它有點酸酸的 那在台灣買藍莓 那在台灣如果吃 如果在台灣有吃藍莓的話 你就會知道 如果在台灣吃藍莓的話 你就會吃到比較酸一點的藍莓 但是紐西蘭的藍莓真的是超級甜 好像在吃什麼糖果一樣 紐西蘭的葡萄酒也非常有特色 但是我們剛好都買到 紐西蘭的葡萄酒也非常有特色 但是 紐西蘭的葡萄酒也非常有特色 但是我們都踩雷 買到一些我不太喜歡的葡萄酒 紐西蘭的葡萄酒都還 紐西蘭的葡萄酒都非常有特色 紐西蘭還蠻有名的就是葡萄酒 但是我們去 紐西蘭還蠻有名的就是它的葡萄酒 但是我們去紐西蘭喝的葡萄酒 都有一點 紐西蘭還有一個很有特色 就是它的葡萄酒 但是我們去紐西蘭買到的葡萄酒 都有一點不太符合我自己的喜好 所以就有點可惜 紐西蘭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它的葡萄酒 但是我去紐西蘭買的葡萄酒 都不太符合我的口味 紐西蘭還有一個非常有特色 就是它的葡萄酒 那 紐西蘭還有一個 紐西蘭還有一個非常有特色 就是它的葡萄酒 很可惜的是我們到紐西蘭都買到一些不太好的葡萄酒 就不太符合我自己的口味 紐西蘭還有一個很有特色 就是它的葡萄酒 但是我們去紐西蘭買到的葡萄酒 都有一點踩雷 就是買到我不太喜歡的風味 就有一點可惜 紐西蘭有 紐西蘭他們有 紐西蘭自己有自產鮭魚 那紐西蘭的鮭魚 那紐西蘭的鮭魚吃起來比較彈牙 跟台灣大部分吃到的挪威鮭魚不太一樣 到當地一定要吃吃看 那紐西蘭離澳洲非常非常近 所以當然會有澳洲的特色迷食 米牌 那米牌也都不錯吃 那很可惜 很可惜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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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西蘭當地美食比較難找到 很可惜的是 紐西蘭當地的美食比較難找到 大部分都是異國餐廳 而且幾乎每一間餐廳都有賣漢堡 而且幾乎每一間 而且幾乎每一間餐廳都有賣漢堡 但是 但是漢堡 但漢堡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像是有羊肉漢堡啊 還有鹿肉 像是有羊肉漢堡啊 還有鹿肉漢堡 值得一試 像是有羊肉漢堡啊 還有鹿肉漢堡 聽起來很酷吧 值得一試 那如果在 那如果去紐西蘭住的飯店 如果有 如果在紐西蘭住的飯店有廚房的話 一定要去超市買新鮮的肉品 那紐西蘭的 紐西蘭的 紐西蘭的牛肉 我覺得吃起來普通 因為他們不像美國或日本 有牛肉分級 牛肉 牛肉的部分 我覺得吃起來普通 因為他不像美國或日本 有牛肉的分級 所以還蠻容易踩雷的 但牛肉價錢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 他的菲利牛排100克 只要100塊台幣左右 幾乎是台灣的半價 羊肉的部分 羊肉的部分 羊肉的部分也是 羊肉的部分也是超級優 超級軟 而且沒有羊騷味 所以 那在紐西蘭最神奇 在紐西蘭最神奇的就是 你可以吃到鹿肉 那鹿肉 在紐西蘭比較 那在紐西蘭最神奇的就是 你可以吃到鹿肉 那鹿肉它的鹽分比較高 所以你不用加鹽 它就還蠻鹹的 好 那這紐西さ 那如果我喜歡喝你 那如果我喜歡喝 starbarcs 那如果我喜歡喝starbarcs 那你一定要這樣去牛 tests 那如果我喜歡喝starbarcs的朋友 如果我喜歡喝starbarcs的朋友 如果喜歡喝Starbucks的朋友,一定要喝因為紐西蘭的咖啡假期 如果喜歡喝Starbucks的朋友,一定要去紐西蘭喝因為 如果喜歡喝Starbucks的朋友,一定要去喝因為他們的咖啡 如果喜歡喝Starbucks的朋友,一定要去喝因為 如果喜歡喝Starbucks的朋友,一定要去喝因為他們的價錢比台灣的少 如果喜歡喝Starbucks的朋友,一定要去喝因為他們的價錢比台灣少一大半 如果喜歡喝Starbucks的朋友,一定要去喝因為那邊的價錢比台灣少一大半 那紐西蘭一定不要去 在紐西蘭再餓也不要去吃他們的素食 像是肯德基、麥當勞 他們的肯德基炸雞超級難吃又軟爛又膩 他們的肯德基又軟爛又油膩,而且還超級貴 麥當勞也是,吃起來跟台灣差不多,但是他... 麥當勞也是,吃起來跟台灣的差不多,但是價錢是兩倍 還是去買肉品,還是去超市買肉品,或者是水果會比較開心 這是我們台灣人玩紐西蘭的第三集美食篇 這是我們台灣人玩紐西蘭的第三集美食篇 那我們下一集是風景篇,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好,我們下次再見吧 space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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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0 3 4 5